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 比这更惨的事 遇到许多次争难 却还是一个处男 不说了 我还有姑娘约我 回天哪 我看你就不像个处男 在都市里面爱情太复杂 那么在草原上的爱情 就相对简单很多 新疆的哈萨克族 有一个传统的相亲游戏 叫姑娘追 青年男女骑马同行 去的时候 男生百般挑逗和各种撩 妹子不许生气 回城的时候 男生种马返回 妹子在身后紧追不舍 追上后 对喜欢的男生 就用马鞭温柔轻打 表示一下爱意 这叫打是亲 骂是爱 对不喜欢的猥琐男 妹子就会用皮鞭狠狠地 惩罚这个臭流氓 男生则不许还手 哈萨克族许多年轻人 就是在这个简单 有趣的游戏中 了解相爱 并结为夫妻 哈萨克族 是马背上的民族 不但擅长骑马 也是捕猎能手 他们传统的捕猎武器 除了力才卖 主要靠力鹰 有句话叫 不见兔子不杀鹰 说的就是力鹰 鹰是天空中的霸主 飞机中的战斗机 野性难寻 怎会甘心亲人的指挥呢 听当地人说 捕获了野鹰 首先需要灭掉 它的威风和傲气 这个过程叫做敖鹰 然后再和它建立信任 训鹰的整个过程 简单来说 就是大榜加蜜糖的套路 需要训鹰的人 投入很多的精力和耐心 除了余好奇 我们踏上寻找猎鹰的旅程 打听到阿勒泰地区的清河县 有这项船头 于是我们决定北上一探究竟 第一站来到吉姆萨尔 这里有西域三十六国宗的居师后国 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和妖怪斗法的车池国 就是这里 也是唐朝设立的北亭都护府所在地 参观这个伊子博物馆的时候 发现这里的很多佛像坐姿潇洒 不是盘腿而坐 而是交交而坐 讲解员小刘告诉我们 这些叫交交佛 是传统佛教和回湖文化融合 产生的照相形式 比较罕见 小刘也喜欢历史 因为趣味相投 我们成为了朋友 告别小刘 我们继续上路 在新疆加油比较麻烦 需要提供行驶证 驾照 身份证 进行登记 保安措施非常严格 刚开始的时候 很不适应 后来想想 这样也好 出门在外 安全第一 一路往北 骑行四百多公里 连一根猎鹰的毛 都没有见到 却随时可见 天空中盘旋的老鹰 仿佛张开翅膀 嘲笑我们 你们咋不上天呢 太阳不拉拉的晒着 身心疲惫 我俩都有些动摇了 我们现在 在这个岔路上面 到底 去不去找 猎鹰的这个人 如果找不着 我们这几百公里 就白跑了 我有点犹豫 太热 鹰都带到山里面去了 我们 骑摩托也去不了山里头 到底有多远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经过挣扎 我们最终还是决定 继续寻找 到了青河县 因为保护野生动物 信仰的利益稀少 加上语言不通 辗转早了两天 还是一如所获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唯有寡失望 唯食欲 来了新疆 没有什么问题 是一顿羊肉串 解决不了 然后是新鲜 今天刚杀的羊 如果不行 那就再来一碗 手抓饭 每家每户都有这个 手抓饭 在快要离开青河县的时候 我们遇到一个当地的小伙子 外号叫泰山 泰山说 可以带我们去看猎鹰 跟着他 到了一个偏僻荒凉的小村子 到了一户人家 院子里有训养猎鹰的棧房 可是 当我们多次提出 想看看猎鹰的时候 都被这户人家拒之门外 后来我们才知道 政策不允许 擅自训养猎鹰 失望之余 泰山心中过意不去 执意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 奶茶就着狼饼 洗肩 泰山说 附近有个野狼繁殖基地 猎鹰没看到 去看一下 草原狼也好 当地人都说 草原上不能没有狼 有狼出没的草原 往往水草丰美 牛羊成群 狼要没走过的地方 你羊要走过吃 羊成果率很高 还这么怪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怪的事情 而狼和狗最直观的区别 就是他们的印象 泰山告诉我们 好的猎鹰可以抓到狼 用金雕巡化的猎鹰 展翅可达两米多 在草原上长距离追逐狼 等狼疲惫不堪时 一爪抓住起脖子 一爪抓瞎起眼睛 使狼丧失反抗的能力 这样强悍的战斗力 让我们惊奇不已 沿途听说的越多 就越想见到真正的猎鹰 于是我们继续前行阿拉太 但依旧没有结果 我们只能返程 为了不走回头路 选择了一条去往浮海线的 无名小路 却看到了出门以来最美的景色 路边无数的向日葵 迎着太阳 大片的田野扑向天际 神奇的亚当地貌 映入眼帘 地平线上 呈现出一片湛蓝的湖水 那就是浮海 我们爬上一个高高的山顶 环望四周 面对如此美景 安静地待一会儿 就是莫大的享受 就算没有找到猎鹰 也不许此行了 次日离开浮海 前往乌尔河 天气说变就变 大片乌云 在身后颈椎不舍 随即带着沙尘暴 呼啸而来 横风肆虐 自重七八百斤的摩托车 被横风刮到了对面车道 从天府之国出来的人 第一次见识了 戈屿上如此肆虐的狂风 急得心惊肉跳 但是旅途中 有不可预料的艰辛 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到达魔鬼城的时候 狂风却把黑压压的天幕 撕开了一道口罩 露出了最美的夕阳 温时霞光万丈 整个魔鬼城换了一种颜色 仿佛千万座黄金筑城的城池 散落在茫茫戈壁之上 看了两天绝美风景 没有找到猎鹰的遗憾 已经烟消云散 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计划 寻找下一个古国 乌孙 经过一条中国非常著名的公路 独库公路 全段是从独山子到库车 全长561公里 贯穿南北江 因为地势险要 为了修建这条公路 有168名逐鹿官兵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堪称是中国公路建设史的一座封碑 同时 这条公路也是中国最美的景观大道 贯穿了雪山 草原 森林 湖泊 沙漠 峡谷的所有风景 包罗万象 沿着独库公路 在快要到达拉拉提草原的时候 一面看到一个老头 骑着摩托车 而车上还站着一只鹰 以为出现了幻觉 赶紧追上去 一探究竟 老人以为我们是检查人员 马上就摸出了训养证给我们看 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 善良的老人家 很热情地穿上了民族服装 配合我们拍下了这段珍贵的画面 这个人和 Rafira 合作人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 在这里 来说 会在股核心里的 人们说什么 这些人 都会在脖子上 看着我 好 但是一點的 就是我們 現在我們 這個 能夠夠夠 夠夠夠 我們 我们来看什么 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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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在聊聊天 真是踏破体系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人生就像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的味道 感谢观看 今天下午我们去看了西白兰 草原兰还有西伯利亚黑兰 看了很多他们都很胸部很多 今天晚上脸色兰 有手伸来 好难过 好 优优独播剧场——YK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